这是金枪鱼的蛇腹 看 这个马粪还在 溢出来了 都要 哈喽 大家好 金枪第一日本人 乌妈安达 喝 乌妈安达 不好意思 今天就我一个人 但是大家千万别划走 这期非常非常值得看 我要带大家探一下 隐藏在北京胡同里面的人均2000块钱的 什么 废话少说 赶紧看美食 这家店从东四地铁站一口出来 胡同往北走到前梁胡同往右 店名叫毅然寿司店 这个字我一直以为念纸 但是它念义 大家注意 老板也是日本人吗 北京人 哦 北京人 您是在日本待了很多年 没太多年 差不多五年 他们家整个只有八个吧台座位 所以想来的小伙伴必须得提前预订 好 谢谢 这是什么 松学生 这个柚子 看这个松烟蟹的肉还挺弹牙 然后柚子皮配的这个松烟蟹的味道还可以挺清淡的 吃一道非常好的暖味彩 感觉像白葡萄酒 果香非常浓 这清酒 很好 紫苏花配虾菇 粉丝先吃 配上苏子叶特别日本的味道 然后还有一点淡淡的梅子的那种味道 然后配合这虾菇的口感真的可以 好像有一点点姜汁的味道 并记得中文安排鱼干 这个吃的时候可以配点碗菜 好的 谢谢 吃的时候可以稍微配点这个山葵 这山葵不辣 嗯 可恶吗 做得很好 嗯 而且它这个安排鱼干处理的一点腥味都没有 然后口感特别特别的粘密 有一点点像吃栗子糕那种 就浓民到那种程度 配合这种酱油汁 然后搁一点点清口的这个山葵 非常不错 我觉得这安排鱼干 这几家吃里面水平上一刀的 对 因为之前咱不可以说 安排鱼干每家都有 所以很能体现这个水平 这个是野生的比目鱼 然后这是鱼的刺身 这个是比目鱼的裙边透着光的 看着吗 放一点这个 木鱼鱼 嗯 可以 因为它熟成了几天 所以这个鱼肉不像线沙那种 有那种弹性 但是非常非常的 怎么说呢 非常软吧 嗯 很好吃 很好吃 在日本有两派人 有一种人喜欢线沙 直接吃 就很有弹性 但是它的味道啊 甜味啊 没有这么浓 还有一种人呢 都喜欢熟成 一般喜欢钓鱼的 都喜欢现沙 现吃 再尝尝这个 安膏啊 好吃 非常味道脆 买 这是小猪虾 阿姬 那边有葱 然后有姜 还有芝麻 吃 还有梅子肉 这挺好吃的 拿这么大杯子喝清酒 还是第一次 它制烤以后它里边是半生的 再次先吃 它是蓝旗金枪鱼的大夫 然后做了一个制烤 它这个部位稍微有一点点筋 所以不像一般的大夫入口即化 它是有咬头的 但是非常非常的软 制烤了以后这个味道也非常非常浓 特别好 还是有这个水 有的有的 这个小烤三杯配的 谢谢 然后海苔是用的完善 所以海苔对香味比较高 好期待啊 谢谢 好香啊 你有没有觉得它这个海苔太香了 有点把这个味道给盖住了 它还是挺甜的 是 甜味还是在的 这是炭烤烤的 suspend 和 그렇죠米白汁 他们就开了点椒 鲸鯨鯨鱼 卓 técnica 然后可以可吃 哦 鱼骨酱的咸味再提 就再提rilave 这个鱼的包 对对对 爆浆的 皮稍微有一点厚 皮是有点黏的 但是它里面的东西是爆开的 整体来说稍微有一点点的 对于不喜欢吃生的人来说 可能河豚的白子稍微有一点点性 我是非常能接受 这是今天的寿司的鱼是吧 对对对对 其中的一部分还用的东西 烫火熄烧 然后上面放的是kino me 黑猴非常非常的肥 黑猴在日料里边也是一个非常高级的 食材 这太香了 这太香了 刷的酱是日式红烧有点甜 然后有酱油的味道 但是主要是鱼啊 这个脂肪太太丰富 然后鱼皮也特别特别的脆 猴猴猴 猴猴猴 这形容起来的话感觉是吃特别特别肥的鰻鱼那种感觉 有点那种感觉 你们看它这个消毒纸巾啊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 是因为寿司要用手吃 然后呢每一道寿司吃完以后 不是那个米饭会稍微有点黏吗 拿这个去这么着擦一下 好 谢谢 这个米是有颜色的啊 腔油 压力感 粉丝尽吃 腔油非常新鲜 然后口感也很黏密 甜甜不够酸 对我个人来说 嗯 吃吃了 嗨 筋腔于中腐 这个中腐啊它油脂适中 往往在以前来说 去过的店里面 我觉得中腐可能有时候比大腐还好吃 真的 对 自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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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想的话 我觉得它米饭没有弄那么醋 对的 因为它鱼的那个味道会更出现 对 对 这是金腔鱼的蛇腹 就是大南的最肥的地方 味口奇葩 但是有一点点一点点的筋啊 非常非常地不错 哇 嘴鱼嘛 你看歪 歪 所以您这腌了是多少时间 没有多少时间 两年 一共加了一小时了 这是大南的用酱油腌的一下啊 那边搁的是葱末 这比较期待 嗯 好满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葱味特别的浓 浓 对 没想到配合金腔鱼这么好 非常香 就是要用这种酱油腌制的才会搭配这种葱的这种味道 是特别的万一 这个啊今天就是我们喝的这个清酒叫以蛙盐 两千种一点 这个是金腔鱼的赤身 阿哈蜜 它这个上面擦的柚子皮啊 非常非常清香 还醋青花 这有意思啊 它上面放了一层昆布 因为本来这个青花鱼是酸的 没关系 但是不知道这个昆布什么味道 尝一下 嗯 酸 我个人还挺喜欢这个酸的 我很喜欢的 对 它这个青花鱼就是做的很有品质 嗯 其实在国内 嗯 不多 有时候便当啊 或者是这种711卖的这种醋青花啊 可能觉得这个醋青花的鱼肉 会比较柴 嗯 但是这一碗真的非常非常的油 直接化掉了这个青花鱼 可能有那昆布 我觉得是为了衬托它的口感 所以那昆布才有存在 哎 吃贝 吃贝啊 好期待 嗯 这个味道真的很棒 嗯 嗯 昆布腌的牡丹虾 很少见啊 一般都是牡丹虾就生的直接上了 就尝尝 嗯 嗯 非常香啊 这下巴 这个是中间蟹肉和蟹膏拌在一起 然后呢 上面是用黑芋子酱 嗯 超级好 哇 蟹肉的甜啊 然后配合这个蟹膏的这个浓郁的味道 哇 然后再加点这个蟹鱼籽稍微有一点咸咸的味 哇 真的是 但是 我感觉太平洋在我嘴里 顶级这一口 嗯 嗯 这一块真的是太好吃了 北海道的马粪海胆 看 这个马粪海胆溢出来了都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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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确实是我在北海道吃的那个味道 海胆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浮郁 真的太贼罵 这个是金枪鱼泥跟海胆卷 金枪鱼泥海胆卷 看着非常非常的好啊 诶 再往心中啊 这一罐是完美 是吗 嗯 口感 味道 啊 嗯 这个我们做啥 筒子 拆下来的 鲑鱼籽 看 都漂亮啊 用酱油渍的 噗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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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一颗的很分明炸开啊 只有10月到12月这季节 才会用没有冻过的鲜的 就能非常好 这个是他们这儿的阿南郎 看这肉啊 这个厚啊 哇 嗯 非常绵密 嗯非常绵密 对 然后它这个料汁调的也恰到好处啊 有鸡蛋 然后还有虾肉 做了一个像卡斯特拉一样的形状的啊 你看上面它烧的焦焦的 哇 嗯 嗯 麦 这个有水 嗯 虾肉跟焦糖还能在一起 非常有创意啊 结尾的哈米瓜 尤其是这种网文哈米瓜 日本人特别特别人 嗯 今天这一顿啊真的非常棒 每个人人均2000 然后酒就不算了啊 那酒一瓶是2000 非常非常的好吃 没有想到啊 他们家就非常有创意 我们其实一直在找北京好吃的寿司的米 因为上面那个鱼啊 新鲜就好吃 但是米是非常非常的讲究 今天他们家做到的是什么呢 米的颗粒感做到位了 但是它的粘稠度 还有它的味道 我们觉得可能还有提升的可能 有可能在北京能找到更好 我们会继续继续探索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多多转发 想了解北京更多正宗且好吃的日本料理 请关注吴妈安达 我们下期见 拜拜